其實我在馬來西亞有一塊 有點像是森林的一塊地方 我想做一個休息的房子 好像在玩那個動森的感覺 我玩真人版的 因為這一次疫情的關係 我更覺得 即使是我腳步慢下來 其實真的也不會發生什麼事 沒那麼嚴重 甚至是有一些影響到收入的 那我覺得如果你的收入變少的話 有變少的生活方式 然後賺錢的方式可能變不一樣 然後呢 我就想打造一個休息空間 我前一次去了那個花東嘛 因為剛好有一個朋友在那邊 他在一個民宿 我也 我們也沒有什麼期待 就住了兩個晚上 就覺得回來的時候 好想念哦 很奇妙 沒有任何的行程說一定要去看什麼 就覺得好想念這樣 對 那也因為這樣 我就開始有打造 想要打造一個 這樣的一個休息空間 其實我在馬來西亞 有一塊 有點像是森林的一塊地方 我想做一個休息的房子 四櫻母等於 我有大概五千坪 五千坪 可以給大家去逃離 他很 他很忙碌的世界 跑到一個 只有水 植物 跟陽光 跟你相處的地方 所以那個地方是未來退休 或者是 突然有想過 我還問我的設計師說 你有想過我的房子在哪裡嗎 他真的幫我想一個地方 他說 這個就是有你的房子 這樣 那前面你是給人家住的 自己住了 後來 你老人也可以去那邊住 他附近有一個叫金馬輪 他就是上面就是種菜啊 然後以前英國人在那一邊 改了很多洋房的地方 他在山下 然後旁邊有一些瀑布 他有泛舟可以玩 主要是環保 所謂的環保就是 我找了那一個 設計師 不會去砍樹的設計師 我們 我們住在一個地方 應該是跟他共存 我在 找到這個林地的時候呢 我一直在猶豫要不要買 我都還沒有想清楚 他講了一句話 他說 Michael 你就把它擺下來 你買下來 那些樹就得救了 果真這個賣地給我的人 他的想法也是一樣 他說 原本有另外一個人想要買這個的時候 他的想法是把所有的樹砍掉中留言 他說他捨不得 他不賣給他 其實他開比較高的價錢 進度到哪裡 規劃了 然後圖也有了 那還沒開手 因為那一天 現在是行動管制 我前面一定是當著自己的家具經營 然後我可能是做一些吃的 別人禮拜五禮拜天可以來這邊吃東西 然後慢慢慢慢的變成一個生活的空間 然後讓大家來享受他 如果人家跟我租 我就租給他 所以我不會 砸那麼多錢去 因為我不是一個集團 我不是一個 對啦 我其實不是要賺錢 這就是 跟你規劃好一個 好像在玩那個 動森 動森的感覺 然後 我玩真人版的 我們玩Switch的時候 就會說我要取我的道理 是這個道理 因為我幫你那塊地 取了一個小米 它叫Dreamwood 我還有規劃一個地方是可以玩水的 然後 再測過去一個地方可以養魚的 因為它有西 那邊還有野菜喔 要有大頭菜嗎